韩市长要发展爱情产业链 爱河警官成为最大卖点 但爱河的整治没有做好 将会对爱情产业链打上一个问号 爱河的水质改善到什么程度了 讯奇时爱河能否发挥防洪排水的功能 港部热化专题带您一起深度探讨 这里就是爱河之清附近的龙心桥 这里可以说是爱河水质的重要的分界点 因为上游属于严重污染区域 也是目前水利局要改善爱河水质的重点核端 上游地区它的污染来源 比如说人物地区 它的用户接管还没开始做 所以它的生活的污水 就直接排到我们的爱河里面来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爱河它是赶潮的 赶潮的河段 所以它的污染物下去之后 它会被海水给倒推回来 所以它会在比较中游的地方 产生这个比较大的污染 原来爱河水质最大的污染源 就是家庭污水 而目前爱河流域的 加户接管率为62.6% 因此提升加户污水接管率 成为首要工作 所以现在我们的努力的方向 会是两个部分 第一个人物地区 我们开始推它的主要的主干管 跟次干管 然后开始要进行用户的接管 那下游的地区 像是原来高雄市的地区 因为它还有40%还没有接 所以40%的用户接管 我们也会后续来努力来推动 不过家户在进行接管工程的部分 似乎遇到了一些难题 因为后巷必须预留80公分的实作空间 像这个巷子因为不足80公分 所以住户有自行退缩 但是如果住户不自行退缩 跟拆除的话 会影响到接管工程的进度 维建拆除就会请我们拆除大队 来就维建的部分 来开立这个处分书 那开立处分书之后 那一旦住户开立处分书之后 就变成说是拆除大队 他必须要把所有的违建都给拆除掉 所以这个部分对住户来讲 会是少掉非常多的空间 除了减少污水流入爱河之外 在爱河沿岸设置节流站 则可以把比较脏的河水节流 送到迄今的中州污水处理厂 另外在爱河沿岸设置破气机 也能够有效增加河水的溶氧量 让水中生物能生存 等于说把这个还没有用户接管的部分的 那个支流下水道 不要进入这个爱河 然后在进入爱河之前把它给节流出去 透过我们的下水道的干线 到了这个污水处理厂 把它处理后再把它海放出去 除了把水质改善之外 水利局也相当重视爱河的防洪海水功能 尤其上游人物八卦辽一代 水利局打算将草坛平扩增为制洪池 增加上游的制洪空间 不让过多的雨水一下子流入爱河 延迟洪峰时间 在上游的这个适当的位置 做一些制洪池 那这样子在上游做制洪池 它对于下游的这个防洪排水 是有一定的一个帮助 但是这个得取 对这个 等这个土地重化 取得土地之后 才能去做 不过我们目前已经在做设计 和规划 至于保业里制洪池一代的陈青路 在去年823豪大雨时积水成河 市府水利局也计划加快制洪池退水时间 好在两次强降雨当中 能够再次发挥制洪功能 像去年的823它是一个双峰降雨的时候 这个时候已经超过了原先的设计标准 那我们现在正在研究说 这双峰之间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措施 让这个想办法让双峰之间的水 这个水能够排空 然后第二个峰来的时候 也能够让这个制洪池能够发挥功能 这个也在检讨 它的制洪池的一些操作的规则 至于爱河之流保诸沟一代 也是逢雨避烟 而在石泉制洪池新建完成之后 渴望获得改善 这部分我们正在做一些护腕的整治 还有石泉制洪池 这部分就希望它 大概制洪制洪池 大概今年的六七月 这大概就可以完成了 那保住沟的整治 也原则上也在四月到五月份 就可以完成 爱河市高雄母亲之河 从过去眼皮而过的臭名 到爱河举办的各项活动 水利局对爱河的整治功不可没 期待爱河水质清澈 河道排水通畅 让爱河再度发挥母爱的光辉 避影高雄 港东新闻 武品源赖昌邦 专题报道